比赛竟在运通 各位老师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总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加权指数小跌16点 最近这几天都这样子 盘中先跌蛮多的嘛 对不对 然后尾盘又偷偷摸摸拉起来 不大一样的是 前几天靠金融股 今天金融股休息 今天靠高价电子股 尤其是你去看那个1000多块的股票 然后什么我们的股王 像我们的股王是CDKY 不是大力光 4000多块的 一路往上冲 请问4000多块的股票关你什么事 一张要400多万 对不对 可是你看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来 今天这个 跌幅排行第一名航运 好导播帮我拉远 你去看 这一栏叫做最高 对不对 今天的最高点 其实今天的最高点 像比如说5608四维行 其实都是在早上 都是在早上 也就是说今天的航运股几乎都是开高的 你看这边都是红的 但是尾旁通通中错 航运 长荣集团 还有这个 昨天听说有一点点小嚣张的钢铁 今天也是全灭 全部都是开高的然后全灭 然后你再仔细看一下其他的 怎么通通都是传产股 钢铁运输橡胶 连百货都大跌 不是我们现在不是解封吗 奇怪百货也大跌 化工玻璃造纸 食品 塑胶 塑胶 仿制 所以我看到今天的盘 其实我蛮敢看的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航运股交易老师 不是讲一天两天嘛 全市场的做多分析师 每个人都在喊航运 那我问你他们今天会不会讲 我跟各位讲他们今天一定不会讲 你知道吗 因为破底了破线了你怎么讲 对不对 可是家伟老师独排众议 我很多新闻我都跟各位解释 他背后的意义 比如说什么现在美西塞港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美西塞港 很简单 因为你货已经去中国大陆 拉了一轮回来了嘛 你拉完一轮回来之后 那我请问你 他现在他在美西的港口卸完货之后 难道他又装满了货柜 然后再载回去中国吗 那请问你你美国到底要载什么东西 载到中国去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们那坐计程车 有没有 你有时候你去坐计程车 你要去那个比较远的 比如说山上 你会发现那个计程车不愿意载 要不然他要跟你算什么 回程空车的钱 因为他载上去荒郊野外 对不对 他回来的时候载不到客人嘛 所以他要跟你多算一倍的钱 看你要不要啊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我想接下来 你跟我讲说你还要什么高运驾 什么功不应求 没那回事啦 所以看到今天的盘 我就想起了那个 那个桃花扇有没有 那个金句桃花扇里面有 几句那个千古名言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不声唏嘘 对不对 今天航运谷是破线 不是多少人告诉你说 他要往上冲 要背天又挣跌了 那我问你 来导播放大 今天他连最下面这条 先都破了 而且季线呈盖头反压 季线已经快要走平 对不对 那月线已经下弯了 月线从明天开始往下走 然后十字线 因为十字线扣底大概在这里嘛 一往上扣十字线马上往下 完是不是均线纠结空头排列 那这个横盘整理 我昨天我还听到分析师说 这个叫做最强 什么叫最强 他比面板骨还要弱好不好 面板骨人家好歹跌下来还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他是比人家早跌 七月初最早是他跌的 航运股嘛 跌下来之后连弹都不会弹 然后每天在这边就是利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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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放到我都懒得吐槽 连那个什么薯饼缺货这东西都可以拿来当利多 然后你就会看到一堆网红说什么 你买不到薯饼没关系 我们来买航运股 笑死 你航运股赔掉了钱 你可以买多少薯饼吃到你撑 对不对 所以嘛你看嘛 运输已经破了 我再问各位一句话 你股价要涨多少你才能解套 自己算一下 超过50%的 将会成倍数上涨 那如果未来跌到60% 你解套要150% 跌到70% 你解套要233% 跌到80% 股价拍谁 400%涨4倍才能解套 万一一个股摘下来 最后你的股票又回到个位数 不是没有可能喔 你报股的话若干年之后又回到个位数 要涨了快十倍你才能解套 所以我前几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这是友达嘛 你去看这两个图有没有像 这友达 是不是跌下来横盘整理之后破 运输股跌下来横盘整理之后破 所以呢我前几天跟各位讲什么 认真分析耳边听 家卫老师明明是很认真的跟各位分析 可是各位都把家卫老师的节目当综艺节目在看 所以家卫老师希望我能够用比较轻松的话语来跟你讲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 你们通通当耳边疯 认真分析耳边听 反而是那个满嘴吹嘘的众人性 那就活该咯 是不是 昨日面板金航运 空头镰刀不留情 割割割 对不对 好锋利的镰刀啊 之前家卫老师是不是跟各位讲 全市场都在买航运 家卫老师继续当航酸 为什么 因为当航酸是为了要救人啊 当你今天看到航运破了 当你今天看到航运没有上去了 谁是在帮你 而谁又是在害你 不是吗 救人一命圣照七级浮屠 对不对 你如果要说教会老师是功德伟的话 我还真的谢谢你 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赞美 但是我说真的啦 我相信我应该是就没有几个起来啦 大家都还在那边宰服务宰臣 宰服务宰臣 对不对 那你屡劝不听就怨不得人 是不是 你看这个台北股市 今天涨到今天你看 你知道从这里反弹到今天 你知道这里反弹多少点 1250点 可是反弹这1250点 你看这是你的航运股破点 而我们的空单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航运股 对不对 再加上电动车 你再想想看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搭货全盛 有没有不升西区 指数反弹1200多点 这是你的航运股 这就是嘉卫老师一直跟各位讲的 阻力就是要让你跑不掉 对不对 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告诉阻力说 我告诉你我是小青蛙 我灵活的小青蛙你想套我 门都没有对不对 阻力说好 你讲的 那咱们来试试看 你跑得掉吗 所以阻力设了一个套 对不对 阻力设了一个套 结果设了这个套之后 散户是怎么样 见烈欣喜 那见烈欣喜之后就不断的进去追 那阻力就拼拼到 阻力到或你接到 拼拼看谁会赢 那今天谁赢 谁赢 所以我说阻力他就是要让你怎么样 求长不能求停损也不能 因为他每天都给你希望 他每天都给你 利多 海运长约价明年要翻倍哦 然后指数在涨 这上礼拜五 可是指数涨是靠金融股在涨 关你啥事啊 你的航运股 不好意思 大跌 对不对 航运贵大跌 钢铁股大跌 这上礼拜五哦 然后呢 这上礼拜五我们的空单嘛 四维航 新兴 长荣 阳明 对不对 然后电动车的同心电 对不对 这个新唐 对不对 MCU的新唐 电动车的电池的康普 聚合钢铁股的叶辉叶兴威智 是不是 就这样啊 隔天礼拜一 说什么 鲍威尔 鲍威尔 我再跟各位讲一次 美国塞港家具那已经是最后了 然后美塞港家具货柜航运再创新高 长荣 阳明 旺海 第三季有利货 新高 结果呢 又是拉金融 出航运 你又被再修理一次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空航运空到不亦乐乎 我们把大成钢获利回补 不是 不是获利回补 这个没有什么赚钱 这没赚钱 所以是空单回补 新光钢空单回补 然后呢 我们去空慧阳 我们去空玉米 我们再把钢铁骨的空单 对不对 虽然没什么赚钱 甚至还小赔 我们就把它转去空散装航运 这不是大家最爱的吗 然后星星 四维航 然后我们再把威智 也把它会了结去空中航 空到不亦乐乎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个长荣 对不对 人家186点拉尾盘 他收最低啊 阳明 然后电动车的美琪嘛 康普 聚合 这种态势已经明显到不行 可是水手有看到吗 没有啊 对不对 因为你们看到的是指数还在涨 好 就昨天再来 MH7I调整 从原本盘中的大点188点 最后竟然拉到翻扬93点 我昨天节目标题写说 指数尾盘翻红是对多头最大的嘲讽 笑啊 对不对 这么简单看穿的圈套 散户头这边有看不到 跑不掉 对不对 如果你是阻力你会不会笑得何不容嘴 93点啊 对不对 万红丛中一点绿 怨输 而且人家在拉尾盘 他尾盘击杀了 有没有看到 然后再放一点力多给你看 长荣第三季说要清高 结果长荣是这样子 你看人家这样子拉 从12点40分开始 一路拉 他刚好从12点40分开始一路杀 你说你看不懂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万海 这个很夸张喔 这个昨天啊 今天是最后回补日 对不对 今天最后回补日 对不对 昨天是最后回补日的前一天 你知道万海昨天的空单还有多少张吗 五千多张 也就是说他这五千多张是打算留到今天来回补 你看这个空单厉不厉害 他没有在怕的耶 没有在怕强制回补的耶 昨天已经是倒数第二天 他还有五千多张的空单 他还有五千多张的空单 你看到今天的万海 他今天补在这边 是不是多赚五% 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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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阳明 这我们空单嘛 对不对 那你看中行 都一样 欣欣 欲明 惠阳 然后又是电动车的康普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同心店站稳汽车封装领域 哦 是哦 5% 是吧 然后今天呢 今天就不演了啊 今天台北股是小跌16点 报纸上还是有这个力多啦 两个因素 货柜运价又寒涨 这两个因素是什么 一个是大陆黄金周 一个是韩国的海运要罢工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黄金周的拉货早在半年前就开始拉了 你现在大陆黄金周 人家的船早就已经从中国大陆出航 已经走到美西港 说不定现在都已经上岸 都已经卸货到仓库里面了 你现在跟我讲中国大陆黄金周 那为什么报纸一直要放这新闻 因为阻力要出货啊 对不对 这很简单嘛 我放个力多 你们就通通跳回来了 来 这是长荣 第一名 今天又重回第一名的宝座 成交值第一名好不好 今天高达361亿 你看昨天都只剩下100多亿 今天361亿 洋民 第二名是万海 这个今天最后回补日 你看昨天还有5359张 今天随便补随便赚 第二名217亿 第三名洋民210亿 这三档加起来快1000亿 也就是大概又占了今天台股成交量的四分之一 你看 大家在这边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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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你做多你怎么赚 他今天收最低啊 而且是最后一笔才灌 12819张最后才灌破 本来125.5守得很好 最后砰就破了 然后呢这是货柜 然后现在人家不是最看好散装 散装 好 四围行差一点跌停 8.56% 慧阳跌6.7% 新兴跌4.7% 育民跌5.05% 中行再跌5% 然后空到真的是不亦乐乎 这个新党小赔空当回补 怎么样 再跑去空正德啊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我把资金卡在那边 我再等你再跌下来可能要等好几天 那我还不如把它换过去再空一档 是不是 这样有没有很迷人 有没有很迷人 然后这电动车 来来来今天还在那边 电动车题材行 抬供应链踩油门 然后给你一个图 你看喔 我告诉你喔 你看到了20 今年是2021年在这里 22年23年到2030年 你看它的升头率这样子上升 所以代表电动车的股票每天只会涨不会跌 是这样吗 笑话 今天每期嘛 有没有看到 大跌 康普大跌 聚合小平盘 同庆店 昨天跌5%今天又跌5% 你说呢 台北股市反弹1000多点 我们今天空单全面重错 空单大获全胜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每一次股災来 你们都跑不掉 因为很简单 主力他只要弄个止住 你们就以为这在做多 可是你们的股票在这里 是不是 转座看不见 那转座看不见 我也没办法 所以一样 第一段节目的最后 送各位一首诗 大船触焦无人问 久憨耳热五又起 捷克罗斯生死别 咕噜咕噜 成悲音 下一节目回来 我们继续分析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做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引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通图库 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图库 值得托付 022752 5868 27525868 成通图库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做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引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成通图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無往不利 成通图库 值得托付 022752 5868 2752 5868 今天來到這股色股像的地方 要帶大家 遠離成 笑 嘎嘎嘎 蚊子這麼多 小心肝染燈隔熱 大家一起來 清除滋生源 盆栽底盤 寵物飼料容器 要經常刷洗乾淨 避免溫暖附濁 溫厚溝 屋頂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菜園除水桶 要加蓋 不使用的桶子 要導致晾乾 避免再次积水養紋 瓶瓶罐罐要倒乾淨 再回收 預防燈隔熱 清除滋生源 大家一起來 Action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你看喔 今天外資又買超145億 你有沒有覺得很諷刺 你有沒有覺得很受傷 對不對 眼看誰手起豬樓 眼看誰手樓塌了 對不對 這個千古名句 那個金句桃花扇裡面講的 所以我跟各位講 很多東西就是這樣子 那你今天你真的要去鎖定那些 原本大聲疾呼 看好航運老師的那些節目 你叫他們不要躲啊 出來面對啊 對不對 今天破線了怎麼解釋啊 所以我說為什麼主力 他就是能夠去 套住這麼多小青蛙 人人都說我是小青蛙 我非常非常的靈活 一千兩百五十年 結果我們空單大獲全盛 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對不對 然後你說 哎呦家衛老師你被嘎爆了好不好 這樣子耶 請問一下我是有放空指數 對不對 破線 對不對 空到不亦樂乎 對不對 昨天我跟各位講 我說這我網路上印的圖 這張圖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我說哇 這張圖真的是做得比教育老師的圖還漂亮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自己去看 這是標準的頭肩頂 對不對 頭肩頂你除了看架以外 架 左肩頭部右肩 你還要看量 量是越來越小 右肩的量越大 然後頭部的量比較小 然後這邊更小 我說你去對照一下我們現在的台股啊 一模模一樣樣 你說技術分析沒有什麼參考的價值 我跟各位講 或許均線 對不對 或許什麼指標 這些是比較落後 你必須要去用那種什麼扣底位置 去研判他未來 但是架跟量是跑不掉的 你知道嗎 架可以作假 量絕對是真的 好嗎 所以你看喔 右肩的量要最大對不對 對不對 右肩的量最大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叫做多頭嘛 多頭的回測嘛 我在15159的時候 跟各位講台股還會創新高嘛 這個因為量最大嘛 越跌越有量嘛 好 問題到了頭部的量已經比這邊小了 頭部的量比這邊小 現在右肩 正在做右肩 量更小 那你說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所以很多的事情 教育老師都講在前面 比如說這個 什麼Delta病毒 每股新地雷 你不要再去想這個 OK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這一次你就是疫苗給我打好打滿 打一支不夠 打兩支 打三支 打四支 打五支 打六支 打到變成生化人 你也要給我回去工作 昨天不是證明了嗎 這個是疫情居家辦公概念 那一支RUN 對不對 你看昨天一口氣跌16.6% 一口氣 導播放大 跳空 跌到這裡 它不是今天才跌 它一個多月之前就已經開始跌了 代表什麼 代表雖然Delta病毒很嚴重 但是你還是給我乖乖回去上班 不然它不會跌 你看我們台灣今天9月1號啊 我小孩也去上課啦 那我的RUN也不用再用啦 因為沒有線上課啦 不是嗎 所以你去看為什麼我們在今天 對不對 我們空單全部大跌 因為我們滿滿的航運 對不對 星星 育民 中航 正德 然後呢 還有什麼 電動車 美其馬 康普 聚合 你看同性電昨天5%今天5% 兩天就一根跌停板 所以指數大漲 反彈 我們還可以空單大火全身 那萬一接下來指數回跌咧 那我們不就是賺爛了對不對 所以空投大屠殺 這 只是 剛開始 我們 你們見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成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德國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成東投付 擁有股票 奇貨 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東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東投付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 接觸 一定貸貸 可